為什麼我卡數這麼低啊 歡迎收看 This is Vivi 就是 Vivi 我是小鴨 我是明 我們今天又要來吃東西囉 大家今天要吃什麼呢? 就是蛋 雞蛋 哪來這麼神奇的雞蛋呢? 打開再跟你們講說這個雞蛋要多少錢? 十顆耶 你們看到完全就是蛋 上次我們有吃到某樣布丁 然後我們覺得它的口味還好而已 覺得可能是我們的錯 所以我們又嘗試了他們家其他的東西 就是木匠手作的 但是布丁 真的就是一顆蛋 然後這樣轉開就是這樣 然後吃吃看 有湯匙才有給湯匙 咬了一口裡面就是真的像雞蛋的蛋黃 咬了一口裡面就是真的像雞蛋的蛋黃 一份66大卡 我懷疑他們家應該都是生酮零食 為什麼卡數這麼低啊 我覺得比上次好噴多耶 比上次好可熱也沒好到哪裡去 雖然我吃不出來 不過它中間的口味其實真的還滿像是蛋耶 你看一看 喔芒果 蛋黃的部分不就是芒果嗎? 不需要做著跟真的蛋一樣蛋黃那麼少好嗎? 因為我在吃蛋的時候都在吃中間的蛋黃 你怎麼可以只剩下這麼少啊? 它基本上白色的東西沒有什麼味道 牛奶香料 蘋果酸 蒟蒻粉 香草精 鹽 可以啊 我覺得史萊姆草的蛋比較紅色 史萊姆草的蛋一樣都12塊 是用蛋的價格比 是要用 富丁的價格比 可以解釋 幹嘛這樣啊? 這結論就是 它比上次的好 還是沒有贏過伊雷特 你跟伊雷特有仇嗎? 我在讚賞伊雷特 什麼跟伊雷特有仇啊? 我覺得我在拉仇恨 那我覺得同一布丁比它好吃 那同一布丁跟伊雷特呢? 伊雷特稍微好吃一點吧 它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原來你是在誇伊雷特 我以為你這樣的講法 其實是在拉仇恨 我目前內心的第一名是在拉仇恨 雖然在我們這邊覺得它還好而已 可是說不定你們會覺得它好吃 因為畢竟那個 木匠手作的東西還蠻有名的 你們可以買來吃吃看 因為真的還蠻有趣 當然送人 或者是當成那個 去跟朋友分享的洗衣小屋都可以 它不會真的到很難吃的 就是可能不合口味而已 然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下次如果有 就是新奇的東西介紹給大家 好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今天的就是 木匠手作的大雨系列 我覺得拿去送人不錯啊 就是可能大家有十個人在的時候 一人一顆 同生共死 又難同 大家跟他們說不錯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不要再吃啊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した 打 いただ 為什麼要講いただきました呢 因為如果是いただきます的話 你就得要再吃一顆喔 你要再吃一顆是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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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